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电影名字叫做拍得不错 深夜的时候女主阿英一个人在街上溜达 她手里拿着一张纸条 看样子是在寻找什么地址 从阿英对一个老大爷的询问中我们得知 她在找六号大楼 过路的老大爷对阿英说 她就是这块的活地图 这里还真没有她不知道的地方不知道的事 得知阿英在找六号后 大爷把她带到了六号大楼的门口 只是大爷很疑惑 因为六号大楼的业主全部离奇死亡 阿英一个小姑娘大晚上来这里干嘛 这家阿英拿着纸条要进去 并表明自己是来收租的 听到这里大爷拦住了阿英 这里人都死光了还收什么租 不闹鬼就不错了 然而阿英却以为这是大爷在吓唬自己 不过大爷的阻拦就走了进去 进来之后阿英就有些后悔 她透过一条门缝看到走廊镜头有一个红衣女子 阿英一把把门推开却发现红衣女子不见了 阿英慢慢的向前走 可总觉得身边的环境有些不对劲 她贴在墙壁上不敢再走动 慢慢的周围开始伸出头发来 旁边还站了一只诡异的僵尸 就在阿英惊慌的时候 一个辫子姑娘突然现身走到了小僵尸前面 看来这里的鬼倒真是不少 画面一转惊吓过度的阿英从房子里逃了出去 精神还显得有些不正常 有一天两个房地产商找到阿英 声称要收购6号大楼 阿英嘴里一直在念念叨叨房子里有鬼 两人补信鞋 当即和阿英打赌 他们就在这住一晚 如果真的有鬼 两人就把整条街买下来送给阿英 但如果没鬼 那房子就要归两人所有 不过这两个人也不会真的傻到亲自居住 他们花钱请了镇子上胆子最大的阿强和阿壮 阿强和阿壮竟有这样的好事 当即坐地起价 说自己被辫子姑娘下要收3万 被清朝僵尸下最高要价8万 被日本镇子下本来要收10万 但考虑到他出场频率太高没有神秘感 所以打5折升5万 在商店好价格后 阿强和阿壮住了进去 而阿英却躲在墙壁后面 阴森森的笑了起来 原来这间房子里压根没什么鬼 里面的鬼全部都是人假扮的 他们之前都是话剧组的演员 只不过并没有什么收益 还总是有人找上门来收房租 所以他们就想到了一个免租的好办法 那就是装鬼吓人 这次演员们依旧按照计划开始陆续出场 阿强和阿壮看到清朝僵尸的出现 当即就耸了下来 撒鸭子就跑 跑着跑着他们发现 僵尸兜里竟然掉出了一包中华香烟 不过傻呆呆的二人并没有产生任何怀疑 反而还以为僵尸只是喜欢抽烟而已 当然阿强和阿壮在之前也准备了点抓鬼神器 那就是图丁 他们将图丁一把扫在了地板上 众演员都怕疼 所以只能止步不前 就在要穿帮之际 一个表演僵尸的演员 顶着疼痛继续敬夜的表演 导演看了当场拍手较好 此时穿着绿巨人衣服的针子也上场了 阿强阿壮一看这家伙是真惹不起 于是当即被吓得落荒而逃 就这样房地产商愿赌服输 按照约定将这条街都送给了演员